好,烟 点红花,绕上去 后面微微的带起来 再点,然后笔断一连 然后靠近哦,左右靠得近哦 因为它中弓一向收得非常的紧,压 提起来 它的右肩通常都折得非常的用力 好,这个不用拿起来,直接推过来 直接再扭回来,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像那个浪 浪花,往返的感觉 短横 拿下腰 扭了一下 又要抬高了,加重 做粗细 好,那这里哦 因为它上去哦 它其实它会从这里上去 上去你会觉得那里好像多了一个 短短的东西 就是那个逆风上去的效果 然后这边的皮啊 满顿的 那稍微高一点点往旁边拉 东坡 坡气是显得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还是蛮重的 齐鼻 方硬 好,这个下来以后撇 放松 方硬 那要开始抖动了 下来这边抖啊 再抖一下 再拿出去 东坡道人 哎,东坡 真羡慕哦 他们这个时代的人 就 人才会翠啊 你跟苏东坡同时代 真是好命啊 我们就找不到这种人啊 每个时代啊 跟米糊同时代 哇,这真是难以想象啊 时光能倒流 如果能回到那个时代 你会看到这些伟大的人物 就觉得哇 运气真啊 你看,哇,这逆风啊 又直又硬啊 这肯定受流公权的影响 再飘荡一下 好,看到这小小的 我都把它形容成 水中的石头 有大石头 小石头 扁石头 长石头 有锋利的石头 也有钝的石头 好,这是石头 石头 又有石头 然后开始有水流 线条就是水流 它有波折 水流 有时候干掉 有时候 有时候 往旁边流动 与火 Mend larger 传 纯,这里又撞到石头了 收紧 方硬的 锐利的石头 小石头 然后水流 飘逸的 哇,边飘 这边比较和缓的水流 就是不是激流 有时候也觉得是 遇到了激流 水会碰撞 弹跳的比较高 跳跃的比较明显 有时候觉得 好像是遇到了 那个平静无泼的湖面 水面微微的晃动而已 有时候又来碰到石头 产生激流 这个横肯定是激流 因为看起来比较迅疾 快 快 迅疾 这边是 上面快 中间紧 这个盒硬要挤在里面 卡在里面 蜿蜒 这应该算什么 算阻碍物 有些盒 流水会有一些小细缝 细缝就很多东西 塞在里面那种感觉 在里面 就是 这边 有些小细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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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